大家看到了吗 一架大飞机刚从我旁边飞过去了 我想你们都知道我们在哪了吧 我们就是在温哥华机场附近的OLED 好了让我们大家进去看一下吧 OLED的全称也就是奥特莱斯 中文意思呢就是设计时品牌直销购物中心 这个奥特莱斯呢是温哥华国际机场 十年战略的一部 这是一个占地45.96万平方英尺 的零售中心 其面积呢是Richmond Oval 也就是Richmond的奥林几克中心的两倍 伯格华机场奥特莱斯呢 第一天开业有70多家商店同时开业 有我们所熟悉的Armani Pugel Boss还有Coach Kelvin Klein等著名的品牌 第一天开业呢 大家享受了三折的优惠 所以第一天人山人海 你们想象不到的多 这边的广场是由著名的设计师 McArthur Glenn设计的 是一个义式的中心 大家可以看到 很多人在这边非常惬意地喝着咖啡 听着音乐 时不时有些飞机也会经过 此外 这个奥特莱斯呢 还包含了非常多的娱乐设施 像它的广场是意大利式的 并且它周围还有一些咖啡厅和露天的休息区 并还有一些儿童的娱乐场和现场的娱乐活动 更是为全家带来了更多美好的享受 相比西亚图名牌直销购物中心等 很终端的竞争者 这家位于温哥华的设计师品牌直销购物中心 它包括的品牌将更加奢华了 作为温哥华最高端的奥特莱斯 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Prada Armani Burberry Gucci 等全球顶尖时尚品牌自然都不会少 当然了 一些二三线的品牌 同样也占据了不小的比例 来 让我们去看一下吧 Armani 是我最喜欢的品牌之一 我一定要进去看一下 这边是一个意大利式的小广场 大家会在这边喝喝水 吃吃东西 或者在这边休息一下 伴随着美妙的音乐 还是挺舒服的 温哥华机场奥特莱斯殿 它还有隔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从温哥华国际机场 乘坐加拿大轻轨 来到温哥华 奥特莱斯只需要三分钟 从立志文市区过来也是需要十分钟 甚至从温哥华市区前往 奥特莱斯也需要半个小时 因为时间的原因 我们今天不能带大家去看所有的地方 所以只能到此为止了 希望你们大家来亲自去看一下吧 好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